大家好 我是刀刀棚 一直以来啊 有一种声音总是营绕在我的评论区和弹幕区里边 就是说音乐是不是一定要追求复杂 难道简单的音乐就不好吗 今天咱们先说结论 很多时候你看到的简单只是表象上的简单 但无论什么样的曲子 它在背后我们深究的 是它设计时候的这种思想 也就是说哪怕它表象上这个曲子很简单 但是不代表着它设计的时候脑袋放空 这是完全的两个概念 所以今天咱解析这么一首歌 很多人都用这首歌来反驳我 说你去听听沧海一声笑 难道这么简单的歌就不是好歌吗 咱就来聊聊这首歌它到底是不是一首简单的歌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说这歌简单呢 来由是曾经黄瞻先生接受了一个采访 他就说他这歌写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大悦毕 咱们节目的最后也会给大家讨论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大悦毕毕 下面还是按咱们的老规矩 先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首歌 首先说旋律 旋律上来说这首歌确实不复杂 它就是用五声音阶来写的 但是哪怕你有了这个五声音阶 你也需要知道应该怎么用它 所以这个地方咱先插一个背景知识 这个曲子来源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笑江湖》 这一段说的是魔教的长老屈阳和武林正派人士刘正峰 两个人是音乐上的知音 他们两个人准备携手共同退隐江湖 金喷洗手 这时候咱们一起合奏了他们年幼的时候共同创造的乐曲 同时船上还有一个他们的神交小兄弟 令狐冲令狐大侠 他们一起合唱的这样一首曲子 所以他们主要的情绪就是我要退隐江湖 但同时他们心中又还有波澜 所以我们看旋律是怎么表现这一段的 它旋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启程转合 第一句是启示 把这个音阶列出来了 第二句是根据这个情况下 同样的方式平行向下移 是对它的承接 第三个小句就是转了往上走 最后合的时候还是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写作方式 而且其实我用到五声音阶的时候 我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用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句向下 第二句是在它的情况下平行更向下 那么还有几种方式可以是 比如说我先向上 然后平行再向上 听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我先向下 然后在它上边平行向下 还有一种是我先向上 然后在它下边平行向上 所以你能看出来吗 这四种斜法里面 只有黄瞻先生这一种斜法 能够体现当时去杨和刘正峰的这种心情 也就是说都在有五声音阶的情况下 你怎么运用这个音阶 本身它就是有讲究的 所以如果你只从旋律和节奏上来说的话 你可以说它不复杂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和声和它的编曲 那这里面就航道就深了 那么在分析它的和弦之前 咱们先对比几个音乐里面常用到的和弦 从明到暗 从舒展到纠结 有这么个排序的顺序 最明亮的最舒展的是大和弦 稍微比它暗一点的 纠结一点的 是延展性和弦 是这样的 再阴暗一些的就是小和弦 最阴暗最纠结的 叫简和弦 我把这几个和弦连起来给大家弹一下 对比听听 那么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 我想研究它的和弦 所以我就把网上能够看到的曲谱 全都看了一遍 所有能听到的翻唱版本 全都听了一遍 那么这个曲子的前两句 基本上配的和弦都是这样的 歌曲的歌手 它这个和弦配的非常的正确 如果您按照我的那个十分钟入门基础课 您就能配出这样的和弦 它用到的什么样的呢 是小大小大 但是我总觉得和弦曲对比 弦曲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绪 这些配合弦的方式都没有体现出来 它们和弦曲都不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自己就使劲的听 简和弦 然后是延和弦 所以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想这件事 一直都想不明白 后来呢 我把这个电影的原片找出来 看了一下这段的桥段 我突然一下就悟了 这一段的桥段它是什么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 去央和刘正峰 他们两个人要金盆洗手 但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金盆洗手 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们在这里面是有很多放浪行 还同时又有很多内心的这种隐隐的不安 当然这个电影是改编了原著 但是在这个电影的剧情里面 他们最后就是被赶来的左冷禅 把他们两个通通都杀死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一个 已经宝尽风霜的武林人士 他们是知道当一正一邪 手拉手要共同退出武林的时候 一定会引起血雨腥风 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 就有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感 但是他们又是一个金盆洗手 他们可能心存一些侥幸 他们说 我都已经退出江湖了 我不在你这个纷争之里的 难道你还不能放过我吗 包括他们这两个人本身 一个是魔教长老 一个是武林正派当中 身份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人士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写出来的音乐 能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那一定是义正义邪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和弦 你觉得它仿佛是错的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和弦 才是这样的一个义正义邪 体现了他们当时的心境 体现了他们三十多年来 互相又能相交 又能心意相通 但又碍于正邪之间 势不两意 不能真正的 好好的在一起谈心的 这样一种纠结的感觉 所以咱们就再来 好好对比 感受一下这两种和弦 不同的配法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多听几遍 也试图理解感受一下 屈央和刘正峰在当时的那种心境 所以当我从这个和弦 结合上《笑傲江湖》本身这个故事 以及我对音乐和这个小说 本身的感情的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 我和配和弦的这位老师 心意相通了 我突然就觉得 我理解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同时能够理解 为什么很多的翻唱版本 他不这样 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完全理解 屈央刘正峰当时的心境 同时你不能完全理解 音乐的这个配和弦的这个妙处 这两点缺一的话 你都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错和弦 当我理解了这个老师 他为什么要这么配和弦的 这一刹那 我觉得我仿佛 打通了自己的人都二脉 我觉得我招温到西死可以 我真的两宿没睡着 就冲这一个和弦 就这个老师 我服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 他后边这两句 后边这两句 也有一个比较标准的配法 就是用一六四五 听一下这样的 大家是不是也觉得他非常的对 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很多的翻唱版本 都是这么配的 但是下面呢 咱们再来听一下 它的圆曲是什么样的 后半段是这样的 从乐理上说呢 它是从六级和弦到五级和弦 这个在乐理里面 是一个比较不常见的一个配的方法 再给大家专门就对比一下 这两种和弦的心境 所以第一种的标准配法呢 它用到的和弦 就是大小大大 这样四个和弦 但是在原版的配里面 它用的是大延续下去了 然后小大 但是即使它这个小大 也不是我们最常用的这种套路 咱打个趣说 第一种听起来 就有点像老大也要退休了 挺好 在家歇着 还能有这个退休金 是这么一种心情 但是呢 第二种 它就在马上要豁然开朗之前 它还有这么阴阴的郁郁的 这样一种心结在里面 这是大侠退隐江湖的这种感觉 总结一下和弦的配法呢 如果说啊 沧海一声孝这首歌 要值一万块钱的话 这俩和弦就得值九千 而且还有一种声音 经常会跟我说啊 人家作曲的人没想这么多啊 或者他可能就是配错了 或者说他就是随便那么一写的 您这么想一下啊 如果要是配错了 且不合理 且难听 且没意义 有可能是瞎写的 如果他要是配的对了 且特别的顺耳 那他有可能是套路的 但是他配的错了 又好听 又合理 又符合当时的心境 你想想他是不是自己瞎写的 所以呢 咱最后来总结一下 咱先呼应一下 之前有人说 你看这首歌 大悦必减 首先说啊 您这引用的不对 人不是大悦必减 人家引自了理记 人家说的是大悦必义 大理必减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 什么是大悦 给大家三个选项 A指的是大型的音乐 篇幅长的音乐 B指的是非常优秀的好音乐 C指的是礼乐 雅乐 请您把您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其实啊 大悦指的是礼乐 指的是雅乐 大悦呢 还有一说 它是太悦的别称 太悦就是那太妙 那个太 说白了呢 大悦的功用就是 祭天 拜地 拜人的 所以像这样的音乐呢 他说必义 这个义啊 也不是说他要容易 他说的是不能太复杂 那么现在呢 最贴近大悦的音乐呢 可能就是国歌 或者呢 有什么两国领导人 一起接见的时候 这些礼仪的音乐 或者宴会用到的音乐 基本上就是这一类 所以您就琢磨琢磨 谁家的国歌 用个什么三部创意曲唱啊 哪两国的领导人 跟他正吃饭呢 你给他放一个 一多小时的马勒交音曲 谁干这事啊 所以呢 人这两句话 说的是这一类的音乐 不能太复杂 人家不是说的那个 所有的最好的音乐 不能太复杂 而且我们现在创作出来的 大量的音乐 都不是干这个史的了 所以很多人引用的 这个大悦弼异啊 是您对这个词有误解 那么再说回这首歌的故事 黄詹老师 为什么他有这么一句 大悦弼异呢 故事的原本是这样的 他已经给徐克 写了六个版本了 您可听好了啊 不是上来就这样 六个版本了 徐克都不买账 都说你这不行 拿回这重写 让他绞尽脑汁 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写了 他觉得我没辙了 算了吧 我翻完书吧 书里有可能给我点灵感 结果他翻书的时候 就翻到了这一句 然后人就想了 哎 这样得了 我拿最简单的 我给你写一个 写完了以后 拿给徐克听 老徐啊 这歌第七版了 就这样了 你要觉得好 拿走用 你要觉得不好 另请高明 大爷不干了 所以这个大悦弼异 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 让他给自己找到了 一个方向而已 但是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把这个音乐 写的这么简单 因为您通过我之前 给您分析的这个 和声和编曲 您就能知道 这里面的心思 那是相当的深的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你说这个音乐 可不可以简单 一想到这事 咱今天已经掉了很多书袋了 不妨再掉一点 我高中时期 最敬重的语文老师 嘉生先生 就经常用 王国为大师 人间词画里面的 智学三境界 来勉励我们 王国为先生 是这么说的 智学三境界 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 雕壁树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 一带见宽 终不悔 未依消得 人憔悴 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以说到这儿 您就得琢磨琢磨了 他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境界 就直接说 那人就在那灯火阑珊处 路灯底下呢 别往别地去 赶紧过去找他去吧 麻丁的 为什么人不上来 就这样呢 你得先看山是山 然后看山不是山 最后再看山是山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你才能融会贯通 发自心底的感叹一声 那还是个山 但是如果您根本就没有之前那两步 直接说 它不就是个山吗 那就是属于啊 你站在第一层 你嘲笑第二层 你以为你在第三层 但是可能 人家已经到了第五层 或者呢 再举个例子 我小学上一年级以前啊 听到中国这个数学 有个传奇 陈景润先生 研究啥呢 研究个一加一 据说呢 还没研究出来 研究到了一加二 那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就了 我小时候纳闷了 这个一加一 我什么可研究的啊 我也会啊 当我后来发现了 什么是哥德巴克猜想 知道了人家的一加一和一加二 到底指的是什么的时候 我才明白 哦 人家的一加一 不是我的一加一 好 那这期刀刀锋聊一乐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 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